各位大家早安 我是陳柏宏 每天早上陪各位看 从昨天早上的 从今天早上的美股的收盘 来预估今天台北股市早盘如何的运作 然后再来是值得留意的个股 我想昨天最重要的事情是 FED的升息的一个决策 我想你看我节目很久的过程当中 我跟他预告 我是认为升息一马果然跟我昨天 昨天出来答案跟我之前预估的一样 就是升息一马 但是美国市场本来是一个 大家都接受升息一马上涨 但是当鲍尔出来开记者会 记者提问之后他说的话 大家好像有点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股票市场通通杀尾盘 但在杀尾盘过程当中到底讲了什么话呢 他大概是这样的 我没办法完全背下每一个字 他意思大概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次遇到银行倒闭 以及可能有一些流动性危机过程当中 其实财政部已经跟FED 甚至联合全球的央行 主要央行 已经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给银行 有机会去度过这次 他们的营运上的一个难关 那么在升息的过程里面 关键还是在通膨这件事情上 联准会基本上 他们仍然坚持 要维持两个百分点的目标 没有改变 那这次要不排除先停止升息 暂停升息 不是停止 是先暂停停升息 那么最终的利率 还是维持原先的不变 也就是大概是5.1个百分点 那以昨天调高一个百分点的一个 一个一码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应该就是 还有至少再升一次息的机会点 所以市场看完这个豹尔的一个说法之后 金融银行都这样子 你还是继续要坚持2%的一个升息 好吧 大家本来想说 这次升完之后 应该就不会再升了 可能就是一直到年底 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没想到报了讲完这句话之后 很多资本家就 获利尔杰先卖一卖 所以很多股票 各位看到昨天的美国市场 盘中是往上走高走高 讲完话之后 听完他讲话 啪啪获利尔杰全部杀出来 但是各位我们注意到 这个升息的动作 如市场预估 如果预估没有错 但是他并没有放松 要打通膨的一个想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打通膨 我认为大概大家都能接受 只是说你会不会再激进的问题 那我认为虽然他这么讲 那当然市场会跌 原因是因为本来大家预估是不升了 就他说我会暂停升息 但是我还是会 数据如果需要的话 我还是不排除随时会再升息 那个概念 所以在过程当中 其实又把我们拉回到什么 银行出事之前的那段时间 记不记得他在3月8号 9号 到参议院跟众议院 去做出席作证 针对通膨利率政策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那时候觉得 他好像这次会升两码 对不对 但也因为这次银行的事件 他升一码 其实这过程当中 银行让鲍尔维持原来的一码 没有跑到两码去 其实如果直接调两码 我认为股票市场 应该会反应比较大激烈一点 所以这次因为银行事件升行一码 我认为基本上对股票市场来讲 我的解读是把它看成 短线的一个震荡 也就是说大家市场心态上 还在调整一下 调整什么 通膨还是会继续克服这个难关 但是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还是审慎 乐观的一个面对市场 那怎么讲呢 虽然昨天很多股票 在美国市场是开高走低 正常拉回 不过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档股票 一个类股 一档股票跟一个类股 在昨天美国股市 我所追踪的那一篮子股票当中 表现很亮眼 第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GEM GameStop 这档股票是过去 美国市场非常有名的民营股 那么昨天大涨32% FED升息 你会会声明说打通膨没关系 它居然涨32% 为什么 过去这档股票是非常有名 散户打败 基金经理人的一档案例 这嘎空 嘎这个基金经理人 这档股票昨天能够大涨 是因为本来市场预估 它今年大概是最新财报 应该是赔钱 结果反而是倒赚 你本来预估是赔16美分 它就赚16美分 所以昨天没想到你赚钱 就大涨32% 这叫什么 这叫个别股的利空 所以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纵使如果说台北股市有个震荡 只要个别股票 有类似GameStop这样子 你的本身企业获利财报 是不错的 展望不错的 譬如上昨天 这个 应该说前天 前天赛云 我们NVIDIA的GTC技术大会里面 他提到了什么 提到了NVIDIA会跟台积电 加上 ASML 还有这个 新思科技 这个做EDA的 这四家公司要联合起来 组成一个软体资料库 也就是这个组合的过程当中 可以加速 这个微小的小晶片 高速运酸晶片的研发的速度 跟它的精确度 这个是对台积电的大利多 所以昨天各位看到 台积电是不是应声大涨 来反应 所以昨天 我记得收盘收533块 收到最高点 所以各位发现到 本身有利多了 就像刚才有提到的 GameStop这样子 你本身有一个个别性的利多 它是不会去管 整个市场 你是不是要一个震荡 或者一个回档 它会涨 它的该涨的部分 所以一样道理 今天台北股市 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OK 我想今天 各位昨天应该可以感受到 很多股票在昨天 好像大家都在抢钱的感觉 就是什么 从过去 各位只看到 高速运算晶片的 细子差IP股票 从创意大涨一倍再一倍 然后看到市新后半段油喷出 又快要接近历史高点了 大家全市场看到AI过程当中 到了昨天 已经资金扩散开了 所以大家发现 什么都在涨 什么都在涨 昨天晚上听到联总会这样子讲话 今天台北股市该怎么办 跌吗 还是继续涨我的 是涨我们自己继续涨呢 还是因为昨天联总会讲的话 美国上回档 我们要跟着回档呢 这是一个关键 所以今天早上 针对这个问题 我已经把我的答案列出来了 这是早上 3月23号早上6点27分 我针对大部分我写在这里 至于今天的强势股搜寻 我写了这些股票 这一本你从图案来看到 其实我的图案有一点意义的 有的是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是有意义的 那也就是说对我来讲 这个表情对我来讲 这股票我觉得还可以 还不错的或怎么样的 其实表情可以表达一切 那以昨天的来讲的话 如果昨天你一样有加入我的好友 收到早上我每天发出去的 这份我给自己看的一个 操盘盘前的笔记本的话 我昨天的前天的节目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提到 这四档股票 3月21号 进23号了 这前天 前天我说在强势股搜寻当中 如果大家觉得 现在资金扩散开来之后 1234 我把它列为标题为 这个ABCD 那这ABCD的股票 我们在这一天 也就是昨天早上 如果你拿到 我每天的这一份盘前资料的时候 我是不是写出来 这几档股票 昨天我这样写 对不对 这是3月22号 昨天早上 6点35分的 那我说昨天在这个 节目当中 我是不是提到 那 在 123 四档股票 我把四档股票 它的基本的 简单的基本面重点 摘要给大家看 这获利多少钱 那股价有遭到警示 然后这档股票是 深耕半导体系统 然后这个供 车用集成系统 这四档股票 它的现行图 大概长这样子 它长这样之后 我就说 像这种四档股票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哪一档 那我心目中有 还不错的标的 那个顺序 那不知道你各位 你如果在看到四档股票 搭配它走势图 你会怎么选呢 这个方面顺便什么 类似一个什么 选择体 选择体 让各位试试看 你选股的功力 你事后来印证 所以昨天 你可以看到 这四档股票 到最后怎么样 那我来看 昨天 我帮各位挑四档股票 对不对 昨天早上 你拿资料 原来答案 最后 昨天收完盘的四档股票 就长这样子 昨天台零 收在最高点 长红线 那这个智联 昨天也又 创新高 那这个连宇 昨天也创新高 但是小涨收盘 所以留个小黑线 那这个溢加 昨天持续拉出 第二根涨停板 所以你们发现到 在强势股搜寻当中 昨天 我列出四档股票 考考各位说 如果你发现到 资金散出去之后 这么多强势股 你有没有办法 在一千多档股票里面 那找到几档股票当中 他有没有可能持续上涨的 所以这是昨天 跟他玩一个小游戏 那顺便考考大家 对于盘式的敏感度 以及如果你选的 是不是跟我一样 那一样的话 我说到昨天 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 什么 这个活动 那这个也 回馈各位 你跟我们做互动 所以今天早上 面对这个FED 仍然升起一马 而美国市场看到 鲍尔在最后声明讲 我还是持续 要有必要的话 我还是会坚持 我打通我那条路 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美国市场回答当中 昨天除了GameStop 走自己路之外 另外一个族群是什么 那个族群就是 AI的类骨 各位我们注意到 昨天超为继续上涨 昨天NVIDIA继续上涨 虽然是震荡冲高 稍微做一拉回 但是还是收红 包括我们的护国神商 台积电还是收红 也并没有因此的翻黑 那甚至还有一档股票 美国市场最近被这个 投 这个他们的券商 还有说投资机构 应该是投资机构 有一档股票 他们是过去专门 focus在 AI 云端 这个市场服务的一家公司 大家觉得股价 好像受到委屈 昨天持续上涨 3.69个百分点 这张股票昨天也在美国市场 再度写下它历史的 股价波段新高点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 昨天虽然鲍尔 这句话 把市场 泼了一盆小冷水下来之后 但是持续 维持红盘 甚至还有人在创新高过程当中 它就是 我这边跟大家提到的时代红利 AI的股票 因为AI的股票 其实各位发现到 其实在NVIDIA 这两三天的GTC 技术大会当中 它在前天特别提出 我刚讲的一个概念 它联合了台积电 NVIDIA 爱斯摩尔 还有新式科技 做EDA的 侦措系统的 大家一起 共同把大家最好强项 结合起来 做什么事情 要克服现在所谓的 摩尔定律 来到了物理的极限 3nm以下 好像开发 好像没有办法很 像过去一样 速度那么快的过程当中 透过AI的一个帮忙 那么以及软体的侦措 以及大家各个强项 结合在一起 能把克服这个物理极限 那这个本身来讲 是有助于台积电 未来在高速运算晶片 持续往更高阶晶片 这个譬如说3nm 到2nm到1nm 那个速度 能够保持速度 继续往下前进 所以这点是台积电力多 那么同时 NVIDIA也宣布了 另外一项服务 对不对 各位如果你有特别注意到的话 它的GPU A100晶片 它要做出一个 额外的营运服务 所以对NVIDIA本身是个利多 所以在这过程中 台湾的商机 相关的股票 到底还可不可以 持续上涨呢 我想这部分如果说 在操作过程当中 假设你今天早上 面对美股 这么开高震荡拉回 那AI的股票持续上涨 台湾今天AI相关股票 各位发现昨天很多股票 包括伺服器都开始有人涨停板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去看 今天早上的台北股市 以及我今天会注意到的一些个股 那这个部分 这个资料 如果您有所需要的话 那也欢迎您利用大家广告时间 来跟我做索取 加入好友 每天早上愿意提供 我早上开盘前 我面对每一天 每一股的变化 怎么应对当天台北股市之后的一个走势 的研判以及什么 我今天会留意的一些标的物 有可能是机会 也有可能它是个威胁 因为股票市场 不是涨就跌 平盘大家都没有意见 但是通常要嘛大涨 要嘛会有回档风险 所以有些时候的创新高 昨天很多客户问我说 那个股票好强 可不可以加码再追 我说有些这个标的可以加码 我认同的 那有些拉上来的创新高的这种股票 我认为应该要适可而止 那个后慢段留给别人赚 你要懂得这样判断才知道说 原来大家在涨过程中 你才不会随便的去追到一个 所谓的波段高点 那这方面 这是我早上提醒我自己的这份资料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欢迎您 你可以打开你的line 那你在加入好友那一栏里面 你输入小老鼠007RICH 那你透过我们这个line的部分 你就可以每一天早上 我大概6点多就发出了这份 自己给自己的盘前提醒的部分 从美国股市的状态 我们看到台北股市今天 我的研判大概是怎么的去运作 那再来今天我会留意的一些标的 有可能是机会 有可能是危险 这叫什么 这叫做机会跟危险的什么 我讲这个 就是每天早上我们股票市场就找机会 跟危险的预告 什么叫机会 有未来叫机会 什么叫危险 不确定叫危险 但是你回头看到危险 你要想到有机会 因为危险通常 它看到的危险 背后通常蕴藏个机会点 所以如果说各位需要这份资料的话 今天早上大家可能比较紧张 因为昨天大家就好嗨 这个昨天指数冲上去 快要创波段新高了 拉出场 但是昨天FED后面来了这么一下 要不要紧 如果今天大盘早上压回了过长东 什么样机会你可以去掌握呢 待会进完广告之后 我们来跟他讲 我在注意的一些个股 包括AI类的相关的部分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 我个人的看法的分享 那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来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欢迎再回到现场 我是陈柏鸿 那么台北股市 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常讲到市场上 你要能够长长久久的关键是 你要能够辨认什么是机会 什么是危险 那各位看这一次大盘 那我想去年历经这个10个月 6000点的回档之后 我想今年行情 我有给自己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很简单 我的大胆假设是 今年的行情 应该是有机会走 这个所谓的V型反转 因为去年这个月线图 去年从18000跌到12000之后 随着美国CPI的9.1 触顶之后 那么诞生了一个波段的低点 那这个上来 当然你可以说 是弱势反弹 那个ABC 但是我的乐观看法是 有机会走V型反转 我合理大胆假设至于 我们过程会小心求证 这几件事情 在目前在求证过程当中 各位可以发现到 藉由这一次 各位注意到 在矽谷银行 宣布倒闭的时候 当台北股市从波段高点 拉回的第一根黑线 我在这一天 3月10号 你如果有看我 YouTube节目的时候 我当天是不是有跟他讲 请大家注意 下个礼拜三的前后 请把握逢低的机会 这是在这一波段 压回的第一根黑线 当大家开始对于 矽谷银行好像 怎么倒闭了 大家恐慌 质疑上开始大卖股票 在第一时间 我就告诉各位 在我的看法里面 我这个大胆假设的前提之下 我认为这一次的金融 银行的事件 我认为 这个是可以被处理的 因为它范围 不像过去雷曼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在这一天 就大胆研判 下周三前后 把握逢低机会 这是我们上一次 在过年前情 大家报股过年 我说那是破底番 在去年10月28号 我有跟他预告 10月28号跟11月4号 这两周 我都有跟他讲 在YouTube警频道 财富密码节目 提到什么 大盘在这里 13000左右会飙涨 所以一波的上来 2000点 压回过年前 一个波段低点再上来 而这次我再多预告什么 周三前后 请注意逢低机会点 各位看 来到礼拜三 这日期看 3月10号 对不对 礼拜三下 礼拜三 你看3月15号 当天指数 我说请盯本周整理 盯出什么 破底番 对不对 你看礼拜三的隔天 前后 后就是礼拜四 对不对 好 当天是指数创下波段低点 当天我说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就从这一刻开始 礼拜三前后过了 隔天礼拜五 跳空大涨 各位持续看下去 礼拜五这一天的收盘 周线图来看 我研判下周看涨 对不对 方向是没有错的 来3月20号 各位可能觉得小涨 但这里请大家注意 一个黄金交叉 提醒到NVIDIA 有一个技术大会 以及FED的升息事件 再来3月21号 小涨 到了昨天台北股市 3月22号 是不是出现大涨 所以发现到 我预告礼拜三前后 这个叫破底番的低点 果然是最低点 又抓到一个所谓波段大地点 这个过程当中 让大家感受到一件事情 实战经验 你可以去预估行情 你可以去大胆假设 研判到你该出手的位置点 这就是你每天 要掌握的机会 不是吗 所以每天如何掌握机会 就是你拿到 可以拿到我早上 我今天早上6点27分 我所写的这边给自己的 从美股到台北股市大盘 以及我会留意的一些个股 你来做一个参考 可以跟着我一起 来朝今年的一个目标 来做迈进 你可以透过打开你的line 输入小老鼠007RSH 来每天跟我们一起来什么 面对台北股市 这是你会得到的福利 我们来看看 这一次AI的部分 我们看到 AI的族群当中 这是目前各位所看到 要股票市场操作的时代红利 从高速运算晶片 到IP设计 到台积电的晶元制造 到伺服器 昨天已经开了涨停板 散热股票已经连涨两天了 高速传输也有人涨停板了 网通类股族群还没有很发酵 软体的股票最近也是非常的夯 所以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 那么我已经注意到 各位发现到NVIDIA 跟大家提到 它不断在创新高 昨天还在创新高 NVIDIA昨天 提醒各位 好 创新电子在这个地方 外资在前天大卖 昨天又大买回来 在高档大买大卖 后市该是怎么看待 这两股票在高档 擦空完毕之后 在高档震荡整理 那么这种走势 可以注意到 外资以及融卷的变化之后 股价外资跟融卷 你去交叉做比对之下 就有投资面问我说 这样创新上市是因为被美国 限制了它第二大客户 中国客户不能够好像出货 所以突然间打个点凌板 停止它擦空 那有没有机会 这个模式 市新 它有没有机会 它好像也听说 三月底也要做融卷回补了 所以融卷 还有一千多张过程当中 外资最近的动作稍微留意一下 那会不会走之前的创新模式 这个留给市场来决定 那这个东西我只能说 我们密切观察注意就可以了 好 另外 像这种强制回补的事情 不是只有发生在IP股票 像昨天涨停板的台办 4月13号也即将强制空单回补 那空单还有三千多张 代表说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里顺便 借由这个事件提醒大家 股东会已经陆续要召开 所以这里如果你是空单在手的 你要特别留意到 会有强制回补的一个什么 一个必要了 所以这里你要稍微小心 那包括你看到 昨天拉上涨停板的围影 它去年获利是创意电子的2.9倍 股价之前都比创意还低 昨天拉出涨停板 也成为千金股了 这样这个就是伺服器的股票 这是昨天涨停板的股票 那像这样的股票 高速传输的股票 这个个股呢 去年前三季已经创下 历史的年度获利新高 那这个产品已经获得 Intel的一个认证了 这样这种股票可以稍微做留意 还有这个小晶片 各位注意到 这次NVIDIA宣布了 这四家公司联合要开发 更先进奈米的过程当中 小晶片成为关键 而这家公司我注意到 它将会受贿于高速运算 小晶片设计趋势之下 受贿的一档股票 这个是2月24号 我已经注意到了 当时投信买这样子 各位看到 它整理很久之后 在前两天才拉上去 投信持续在买超 像这种个股 你就特别留意到 尤其这次NVIDIA宣布的事情之后 我认为反而对这种股票 是有利的 所以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 如何找到时代红利里面 你每一次的机会点 利用大盘的震荡当中 如果你有需要 我们这份讯息的话 你可以利用待会 广告当中的一个line的部分 来跟我们做个索取 我们下午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